小姐暖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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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my yummy 我們現在在托斯卡尼的公路上囉 Yum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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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來到了托斯卡尼很有名的絲伯樹的觀景點 在前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過去囉 Yum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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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有考慮到觀眾的感受嗎 妳幾歲了 18歲而已 超美 這有陽光就很美 好像在遠處這個教堂 哇 超美 而且它有出來了 真的很漂亮 超舒服 小城鎮 對啊 超可愛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托斯卡尼了 有名的拍照經典 第二處 小教堂 這邊長這樣喔 這邊是白色的 大理石做的 跟它的另外一面長得不一樣 這邊也可以拍照 歡迎大家這邊來這邊 有一點斜斜的這樣灑下來 超美 超級美的 然後你看我們 看到了這邊有 可愛的樹 可愛的樹 小屋 對 我們要來下車來看看 對 我們下車來看看 對 搭配這個喜好 拍照應該要拍 對 然後這整個一望無際的 大平原 超美的 超美的 超級美的 超級美的 超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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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! 耶!我們來到了溫泉 天氣超級好的 然後你看 風景 欸!那是什麼柿子喔 感覺很像橘子耶 歐斯卡尼湯有一些小城鎮都很漂亮 超美的 對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整排的那個停車格還不錯 我們今天是禮拜四來 聽說假日人會蠻多的 然後我們現在是平日來 人看起來不會很多 這邊都是這種果子 然後紅葉 還有這個蕩球籤 啊 喵 喵 小貓 喵 好陡好陡 好陡 你幹嘛嚇人家 我只是想跟它做朋友啊 喵 現在走到 白肉露天溫泉 那溫泉的溫度不像台灣那樣的 四十幾度 它好像是稍微溫一點 三六三七這樣子 但是一路上好多人很 很滿足的泡完 泡完溫泉的表情 在路上遇到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有陽光 然後我們沒有帶泳衣 但是 有一點點想要去試試看 要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就是這麼白色的在這裡 這裡 哇 酷 這裡就是可以泡了 這裡就是可以泡了 好美喔 好像迷信片的小河流 對啊 溯溪 這邊水是冷的 小心喔 小心小心 這邊有石頭柴喔 這邊有石頭柴喔 這邊就是溫泉 這邊都可以泡喔 泡溫泉了 會不會很深 踩得到底嗎 踩不到 我這樣子 好舒服喔 舒服喔 這個水好清澈喔 跟人工的感覺完全不一樣耶 很暖 耶 我們來泡溫泉囉 我們現在泡沿溫泉 很溫暖 很滑耶 它這個溫泉很滑耶 嗯 好多人來泡的 對 好多老人 不會說人太多 這邊 這邊只有幾個人 對幾個人 他們泡起來還蠻舒服的 對啊 它這邊前面有一些 算是岩石 還可以踩在上面 它下面一點就蠻深的 它大概會到腰部吧 它這個下面 沒有感覺他們整個人都可以下去耶 整個人都可以下去耶 你看下面超深的 整個人都可以下去耶 喔 小小的 但蠻溫馨的 對 哥哥在這個 拔岩石的溫泉下面 這裡感覺也都可以泡齁 這裡感覺也都可以泡齁 這裡全部都可以泡耶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白色的野溪溫泉的這一塊白石頭 超級壯觀 超級 好拍照 超級好拍照的 很巨大 很雄偉 對 然後旁邊配著這個溪流 就很像是溫泉 溫泉的石頭的感覺 對 超美的 拍照起來超漂亮 這邊的地質應該都是這種 你看它的路都是白的 這邊的地質就是這種 岩石的地質 對 然後才會有這種特殊的溫泉 它的溫泉就滑滑的 很棒 超級卡林它有兩個溫泉都蠻有名的 這個是比較小點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比較寬廣的 也是這種白色岩石 但是那邊感覺人應該會比較多 而且它沒有在我們順路的路上 所以我們就來這裡 然後結果這裡的石頭更巨大的感覺 那邊是平一層一層一層的 然後是水波 其實那邊也很漂亮 它是寬 但這邊是大巨大岩石 對 在路邊找到了一個餐車 很餓 然後我買了這一個 這個餅它現煎的喔 它這個叫做 拿替拉 五歐 拿替拉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常常吃的金沙巧克力 拿替拉巧克力 所以它裡面就是加滿滿的金沙巧克力喔 好大一塊 另外一個是香腸的 Sausage的漢堡 六歐 總共的話是十一歐 老闆娘很正 這個餐車感覺很厲害喔 下一站羅馬 下集預告 色調還滿漂亮的耶 這一個檢查到上面的有奶油 我們來看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你的支持就是對弟弟兒最大的鼓勵喔 祝咪 中文字幕 李宗盛